我希望你把实情说出来 这样对大家都好 对鹤立将军好 对你们于成龙 于大人更好 福太大人 于可是自杀的 翠婷 都伤成这个样子了 怎么能不请郎中呢 多谢福太大人 我没事 以我之人 伤筋动过 是常有的事 这点伤 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 有几日 就自己好了 翠婷 对你动刑 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和于大人都感到非常地遗憾 鹤立将军擅自对你动刑 这肯定是不对的 但你也要理解他现在的心情啊 这件事情 我希望你把实情说出来 这样对大家都好 对鹤立将军好 对你们于成龙 于大人更好 福太大人 于可是自杀的 我没有杀的 这就是真情 我 你 随庭啊 你说的这些话 恐怕连三岁的小孩子都不会相信 于可是鹤立将军的大管家 日子过得很安稳 平白无故 怎么会自杀呢 你还是如实坦白 这样对你和于大人都有好处 你想想 于壳的死 绝对不是于大人想要的结果 难道于大人想要于壳死吗 绝对不会 可现在的问题是 于壳之死 已经把于大人牵扯进来了 这让他很尴尬 也很为难 甚至有可能会受到皇上的制裁 所以现在只有你自己承认 于壳是你杀的 大家才都会解脱 佛达大人 你这番话 我有点没太听懂 真相我已经说了 于壳是自杀 我没有杀他 崔婷啊 我这样苦口婆心 可都是为了你和于大人好啊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其实这个案子 已经没什么疑问了 于壳的车夫已经指认你就是凶手 你还能跑得了吗 按理说 我现在就能要你的脑袋 可为什么还要说刚才的那番话呢 完全就是想让你们的于大人 从这个案子当中解脱出来 这下你该明白了吧 是吗 乖大人 于大人 为咱之事我却杀于哥 但何况 事实真相 也并非像你所说的那样 这件事 又怎能把于大人给牵涉进来 他现在已经被牵涉进来了 现在只有你自己承认自己是凶手 才能帮他洗清污点 我也给你 你一下 伏太大人 你可以定我的罪 也可以看了我雷翠亭的人头 嗯 但我还是那句话 你可是自烧的 我没烧到 这就是丞相 走 赫黎将军 怎么样于大人 雷翠亭承认了吗 我就知道 会是这个结果 就是这个结果 我们也照样能参合于成龙 雷翠亭什么都不承认 你参于成龙什么 我们参他纵容首相 滥杀无辜 赫黎将军 皇上派他来两江 是来清理火号的 可让他于成龙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他刚一出手 便惹出这么大的一桩人民案 我们正好借替发挥 参合他纵容属下 滥杀无辜 难道这 还不足以把于成龙参倒吗 您是他 那这还是总的 好 您好 就是今天 您好 谢谢大家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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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谢谢大家 您好 口音你不是本地人 我是直立大明府人 直立大明府的 你怎么知道我们府里 需要用人的 前不久我又添了个孙女 我想出来找点活干 补贴家用 这不早上碰巧路过贵府 多了一句嘴 问要不要用人 这位好心的大姐 就把我留下了 听你讲话 像是念过书的 是 小时候家里家境还好 我爹就请了司徐先生 到家里教我念了几年书 好吧 那你先留下 坐上几天 谢夫人 行 下去吧 老爷 房间里只是少了几件衣服 其他的都在 就少了几件衣服 玉玲 玉兰少了几件衣服 说明她暂时不会有什么大危险 那玉兰姐会不会被贺里那帮人给抓走了 没有那么可怕 余大人不是说了吗 玉兰带走几件衣服 就说明是自己走的 不是被接走的 不是被接走的 她从府里拿了几件衣服 跟谁都没说 周先生 你告诉我 玉兰能去哪儿 她一个人能去哪儿 玉玲 天都黑了 我们赶紧再去找 今天晚上无论如何要把玉兰找回来 你说说 雷翠婷这个人怎么处置好啊 赫黎将军 这个等我们参赫于成龙有了结果 看看皇上对于成龙到底是个什么态度 皇上的态度 对 只要皇上准了我们的参奏 我们就可以马上对于成龙下手 到那个时候 一个小小的雷翠婷 不是任凭将军你处置吗 好吧 那就听你的 等等皇上的态度再处置他也好 赫黎将军 于可的那个车夫现在何处 那个车夫在我的府上 我让卫视看管的呢 赫黎将军 目前对我们威胁最大的人 不是雷翠婷 而是这个车夫 你想想 于成龙一定会想到这个人 你的意思是说 于成龙会在这个车夫身上打主意 对 将军 你想想看 于成龙为官二十多年 经他审理的案件数以千计 这么重要的证人 他不会轻易放过 如果这个人一旦落到于成龙的手里 这事情的麻烦可就大了 毕竟这个人 是唯一知道于可真正死因的人哪 依你看 这个车夫不能留着了 不能留 留下终究是个祸害 这好办 那今晚我就把那个车夫杀了 好 只要杀了这个车夫 于成龙可就彻底没辙了 好 我就能再放下 你将是一段时间到 那 我 你是鱼柯的车夫吗 兄弟 对不住了 我也对不住了 你是鱼柯的车夫吗 你是谁啊 我是这府里的佣人 我听他们说 要杀你灭口 你快跑吧 将军他不可能杀我 他怎么能杀我呢 我亲耳提解将军说的 真的要杀你灭口 你 你看 这个车夫不能留着了 留下终究是个祸害 那今晚 我就把那个车夫杀了 凭什么姓你 那他绑着你干啥 不姓我 快跑吧 走走走 动手麻利点 扭人来了 咋办 你去 咋办 快 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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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车扶跑了 不好了 车扶跑了 喊什么呢 喊什么呢 出什么事了 大人 大人 不好了 车扶跑了 什么 两个卫兵全都被杀了 带上人马 给我去追 快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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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 大人 放手去哪 你过头 去 快追 我快追 过来 走走走 那边 快给我追 把那个舍夫抓回来 我要亲手逮了他 这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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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快 快追 快 追 快 快 赫里走了 跟我走吧 你带我去哪儿啊 你别问了 你跟我走就是 你不说清楚 我不会跟你走 好 我跟你说实话 我是总督于大人的家人 我到赫里府上 就是为了找你 正好还听到他们 要杀你的消息 你是 于成龙的家人 那我更不能跟你走 为什么 那于大人跟赫里是死对头 那我要跟你走了 那赫里能放过我 你以为你不跟我走 赫里就能放过你吗 你看不出来啊 赫里要杀你是杀定了 现在于大人是你唯一的商路 那于大人他斗不过赫里 于大人他保不了我 要是连于大人都保不了你 在这两江还有谁能保你 你又能逃到哪儿去 你自己好好想一想 赫里是肯定要杀你的 现在只有于大人 于大人是你唯一的活路 你只有这一线生机 行了 走 走 你 我 是 我 你 把那个车夫给我抓回来 我要亲手逮了他 是 是 快 丁大人 请 好 于大人 于大人 丁大人 史玉兰的事情我都已经知道了 这江宁城 你们都还找过什么地方 该找的地方都找过了 丁大人 您觉得我们还应该去哪里找找 于大人 于大人 于可的黑桃身份不是假的 贺丽将军的大管家的身份 也不是假的 那么 于可死的时候 他的车夫在场 贺丽会留下这个活口吗 是 丁大人的意思 我听明白了 周先生 我在 带上所有的人 跟我上鹤里将军府 是 众巡抚牙役听令 在 跟我走 是 是 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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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怎么回事 他是玉克的舍妇 请你放心 我把他们都宰了 你给我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快 快打 走 可此事既无人证也无物证 实在是荒谬之极 本官恳请于大人 即刻带着你的人 把我的县衙里里外外 连同后衙一遍 仔细地搜查一遍 如果找到那所谓的 五万两银子 本官愿意听候朝廷发落 如果找不到 还请于大人 还本官一个清白 好 来 再听 在 将这四名重犯 给我押回罗城 打入死亡 是 居大人 拿本宪就得罪了 于大人请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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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我 那可真是把我心中 积压这么多年的一股恶气 给吐出来了 于大人不是说了吗 要一举成功 我和周先生啊 我们这两个刀逼小力 审欢知审的那也很成功 那叫一举成功 是一个刀逼小力 好了 你们都不要再说话了 让我自个儿再捋一捋 这个案子的确复杂 里边的关系绕得很 罗城为士一家 因为躲避战乱 离开了罗城 前朝晋江王赠予他们的 三千亩樊田就撂了荒 柳城乡神兰大兴 盯上了这三千亩樊田 就设法勾结 柳城县城刘清禾和 罗城县城胡安芝 想设法霸占 但是此举遭到了 来罗城上任不久的 王知县的断然拒绝 据胡安芝交代说 王知县认为 这三千亩樊田 早已是属于 为士一家的私产 不应该再划为前朝的翻产 所以蓝大兴想霸占土地一世 就走入死糊涂 失去了希望 但是事在人为 就在这个时候 胡安芝想到了在 罗城九万大山里 占山为王的谢德昌 于是他把谢德昌 介绍给了蓝大兴 蓝大兴结交谢德昌之后 花钱雇佣谢德昌 残忍地 杀害了刚刚到罗城 上任不到两个月的王知县 蓝大兴就顺利地 将这三千亩樊田 据为己有 胡安芝和刘清禾 利用各自 临时支掌雅鼠的权力 以县雅的名义 为蓝大兴出具了 购买土地的首期截票 但是在县雅的账簿上 却没有入账的机会 于是 这六千两购买土地的银子 就堂而皇之地 进了胡安芝和刘清禾 个人的腰包里 谢德昌被我们围剿之后 就逃到了柳城 躲在了蓝大兴的家里 蓝大兴为了自己的利益 给了谢德昌五万两银子 让他去贿赂区九万 于大人 你在区九万的大唐和厚牙里 不是什么都没收到吗 的确如此 曲九万虽然年轻 但是处理这种事情非常老道 没有留下任何宗司马迹 这家伙的确狡猾 这回啊 是让曲九万逃脱了 你没有物证 也没有蓝大兴的旁证 只凭着谢德昌一个人的供词 你是治不了曲九万罪的 这件事也只能到此为止 是啊 这件事情也只能到此为止 你们觉得我刚才说得清楚吗 清楚 非常清楚 案子已经破了 案犯也已经捉拿归案了 你现在在讲案子的来龙去脉 有什么用啊 是想自己过过瘾 显摆显摆自己的能耐吧 清阳 你不想也过过瘾吗 我过什么瘾呢我 案子又不是我破的 只有破了案的县太尹 那才真的想过瘾 我们能够把罗承县和柳承县 最大的几个恶人 一起抓捕归案 难道还不该过瘾吗 周先生 明天我们就升堂 断案 好 你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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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으면서 似乎 感谢观看 他是为了保我 保你 可他自己会被于成龙判处死刑的 对 这正是蓝大兴的过人之处 也正是他识时务的地方 虽然他会被于成龙判处死刑 但只要他保了我 我就能帮他保住家产 和罗承为氏那三千亩翻田 不被于成龙收回去 你怎么才能替蓝大兴 保住那三千亩翻田 不被于成龙收回去呢 于成龙一心只想帮为氏 把翻田要回去 可他根本不懂朝廷在这方面的有关律令 别看你于成龙活到了这个岁数 可在官场上 你还嫩了点 依照大清律律 凡有俸禄的官吏 月凤一代以上场 贪赃八十两将处于绞刑 修后奋斩 贪赃一两以下者 账七十 贪赃一两至乌两者 账八十 五有俸禄之人 可月凤不足一半者 贪赃一百二十两将处于绞刑 故意屠材害命杀人者 斩立绝 罗承宪古丰岭匪首谢德昌 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绞刑 当场执行 好啊 太好 打开人心 真是打开人心 罗承宪古丰岭匪首谢永卿 犯截取人之罪 故意杀人罪 处于绞刑 当场执行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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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承宪县县城胡安之 犯贪赃罪 故意杀人罪 处于绞刑 当场执行 柳承宪县相生蓝大兴 因犯故意杀人罪 恶意侵占他人土地罪 判以绞刑 当场执行 来 来 柳承宪县县县城 刘情河 犯贪赃罪 判处侥刑 当场执行 当场执行 太好了 太好了 斩地拳 人犯丫无形成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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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出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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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下了你们 走 走 着下了他们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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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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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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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 为氏姐妹上堂 宣 为氏姐妹上堂 走 为氏姐妹 本县已将 恶意侵占三千亩番田的庶民罪犯 已以判决 本县现在宣布 位于罗承县和柳承县交界处的 前朝晋江王的三千亩番田 如数 交还你们为氏姐妹所有 罗承县衙和柳承县衙 不得以翻产变价之规 再行收取任何费用 谢于大人 谢于大人 慢 谢于大人 谢来吧 于大人 许大人 于大人好像没想到我会来吧 没想到 于大人应该想到的 应该想到的 你忘了 于大人 这为氏番田一案 可是广西巡抚金光组金大人 亲下御令 要求柳承县衙协助罗承县衙 共同审理的 于大人不必夺心 你我同归其品之县 我哪里敢怪罪于大人 只请于大人 赏我一个座的地方就行 好 来 给曲大人上一把椅子 是 曲大人 请坐 于大人 这里是罗承 于大人 才是这个案子的主审官 好 那就 请曲大人 谢于大人 为氏姐妹 你们可以退下了 谢于大人 慢 你怎么办 曲大人 为何 不让为氏姐妹退堂 于大人 本案位于柳承与罗承县交界处的那三千亩土地 不属于为氏的私产 你不可如此轻率地判给他们 你说什么 我说那三千亩土地并非为氏姐妹的私产 曲大人 为什么不属于我们家的私产 为氏 我来问你 你可有前朝靖江王当时赠予你家土地时的全部凭证 有 当然有 为氏的证据 全部在卷宗里 于大人有请后悟 可这前朝靖江王的凭据又能说明什么呢 能说明什么 能说明这三千亩樊田早已属于为氏所以 于大人 可这是前朝靖江王自己手输的一份凭据 并非官府出具的正式凭据 曲大人 靖江王亲手写的凭证 难道不是最好的证据吗 请于大人 看看我柳城县衙土地侧布上 对这三千亩樊田是如何计算的 把侧布呈上了 是 曲大人 这个情况 本县了解得很清楚 那么请问于大人 这三千亩土地 是否仍然注册在前朝靖江王府的名下 尽管如此 但这三千亩樊田 早已属于为氏一家村 余大人 当时靖江王赠于为氏土地时 并未在官府办理过后的变更手续 所以这三千亩土地 如今应该仍然属于前朝的翻田 既是前朝的翻田 就应按照朝廷现行翻产变价之规定 来处理 什么是翻产变价规定 余大人 朝廷的翻产变价明文规定 无论是前朝的公田翻田 还是无人耕种荒弃之田 任何人都不得无偿占有 官府应该暗制论家 卖给有意耕种之人 徐大人 我们姐妹为了状告文大兴 已经花光了家里所有的财产 就连自家的房产也都卖掉了 如今 我们哪里还有钱来购买土地啊 你们是否有钱购买土地 与我们现在所异之事没有任何关系 怎么就没有关系了 那土地本来就是我们家的 现在你却要让我们拿钱来购买 大胆为事 尽管在大唐之上与本官胡搅蛮缠 跪下 徐大人 我们不是与你在胡搅蛮缠 我们是在从你讲当里 来人把这两个女人押下去 徐大人 为事姐妹所言并非没有道理 周大人 余大人 我们现在所异之事 已经远远超出了 为事土地一案的范围 能否请余大人 让这两个女人速速退逃 为事姐妹 你们暂且退下 是 徐大人 罗城土地侧布 和柳城土地侧布上的记录 虽然是事实 但是这三千亩樊田 在二十年前早已成为 为事姐妹的私产 这也是事实 徐大人 还有一个事实 听见 你刚刚破获的柳城县香绅 蓝大兴 侵占为事三千亩土地的案子 你不会已经忘了吗 请问徐大人 蓝大兴是如何侵占为事姐妹 给那三千亩土地的 蓝大兴是花了六千两银子 从官府购买的那片土地 难道这还不能说明 那三千亩土地 并非为事姐妹的私产 而是前朝遗留的藩田吗 徐大人 你能够秉公执法 将谢德昌 蓝大兴 刘清禾 胡安芝 这起官匪官商勾结的 贪腐案件一举破获 但在面对这三千亩樊田 到底是私产还是樊田的时候 却又会如此地没有原则 本先并非没有原则 因为我余成龙坚持的 同样是事实 那三千亩樊田 在二十年前 早已成为为事的私产 余大人 既然此事你我有 如此不同的看法和争议 我建议 将为事樊田一案 送报广西巡抚衙门室 要说这行三千亩 Kne με 就这行三千亩了 这行三千亩到过去 我现在你开了 你奋判把这些人 我在何一个人 还有人贓道 你现在还是个人 他就我生去 你们现在 他在这一家 你不认为 你的年轻人 到了 甚至他 他在卓宗里 到任何地方 只有官府出局的凭据 还能够作为证据 无论是巡抚衙门还是朝廷 都不会把官方的记彩当作儿戏的 于大人 我劝你不要感情用事 在蓝大兴胡安芝那起案子里 谁都知道韦氏姐妹他们是受害者 但面对现在这三千亩翻田 谁知道他们是受害者 还是别有用心者 徐大人 感谢你的提前 本县并非感情用事 只是尊重事实 既然如此 就请于大人将这起案件 送报广西巡抚衙门 做最后的判决 好 本县就接受你的建议 将此案交于广西巡抚衙门来判决 刑阳 在 让玉林备车 是 徐大人 你是否跟本县一起去广西巡抚衙门呢 过了 于大人 我回柳城 静候巡抚衙门的判决结果 好 那本县就会一人前往 于大人告辞了 我回柳城 好 大人 请不吝点赞 余大人 你怎么还不站起来啊 你跪着干什么 府台大人看完卷宗 下官再站起来 站起来 站起来 那边坐去 谢府台大人 是 余大人 这个翻天案办得不错 挺迅速啊 该抓得也抓了 该判了也判了 是 大人 挺好 回事 你们姐妹两个人先下去吧 是 是府台大人 是府台大人 府台大人 下官把回事姐妹带来 就是想让他们 当着府台大人的面 陈述一下事实 雅姨们 你们也都退下去吧 是 府台大人 下官不知 府台大人为何 将人都打发下去 余大人 你在罗城这几年干得不错 我作为巡抚 也很欣慰 你知道吗 我很看重你治理地方的能力 罗城这几年 在你的治理下 确实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些个为了逃避土匪压榨的百姓们 都已经陆续回到自己的家园 安居乐业 事务农田 过着安稳的日子 不错 不错 说实在的 我这儿巡抚 真是一个感谢你 不不不 下官作为罗城县的父母官 只是做了一点分内之事 你干吗自签哪 你在罗城的政绩 都可有目共睹嘛 是不是啊 我今天 主要是想和你说几句心理话 下官愿听府台大人叫我 坐 下官不敢 我叫你坐你就坐嘛 你现在是功臣 坐 谢大人 于大人 你知道吗 康熙皇上 虽然已经清正了 但是朝廷的大权 依然掌握在敖拜这帮人手里 朝廷的情况下官知道一些 刚开始的四位首服大臣 现在就剩下两位了 一是阿比龙 一就是敖拜 阿比龙他是什么人哪 他是个无所事事 浑浑噩噩 只能一心听从敖拜指使的人 他看着敖拜眼色行事 敖拜竟会如此张狂 不仅如此 不仅如此 朝向那盘打击一己 凡是顺从他的 那就要亲近升官发财 不顺从他的 那就要打击报复 如果跟他意见有相左的 他会较之处决 在他 老拜不仅在铲除一己上的 那手段非常残忍以外 他在抢夺经济利益上 那也真是毫不手软了 就在康熙五年 就仅仅为了他一旗一人之力 以及他那个利益集团的需要 抢了大量的土地 他脚趾下了一道换地令 这一张换地令 把所有各企贵族的 最好的土地 都换得他的名下 都换得他的利益集团名下 那各企的贵族怎么办 那只能忍气吞声 去当中那些 强行被奥拜换来的 最贫瘠最荒芜的土地 那这朝廷 岂不成了奥拜一人的朝廷了吗 奥拜啊 还有一个侄子 他跟你于成龙于大人是最熟悉 就是卡尔齐 他就是仰仗着敖拜手里的权力 就能在永宁大肆圈地 傅台大人 那卡尔齐 就是因为下官和周睿和周大人 以及众乡亲的反抗 才被朝廷处去的 其实这个事我早就清楚了 永宁圈地一事 我在认识你以前 我就听说了 傅台大人 刚才傅台大人之言 让下官听得心惊重跳 余大人 我今天在这儿跟你说的一切 也只能在我这巡抚大堂 我说说你听听而已 出了这个门 我可是什么都没说 下官明白 下官绝对不会像第二个人家 傅台大人 罗程为氏翻天一二 到底该如何处置 为氏送来的诉状 还有你拿来的那些个卷宗 我都看了 我看根据你的意思 你是想把这三千亩翻天 归还给为氏 是这样的傅台大人 只是屈九万屈大人的分歧 你和屈九万的分歧我知道 那傅台大人是什么意思 屈大人的坚持是对的 屈九万是对的 那为氏提供的证据 难道就不算数了吗 当然不算数了 府台大人 下官在来巡抚衙门之前 听到一个传闻 说朝廷又下了一道 关于前朝 公田和翻田 处置的新的规定 不知是否是真的 对啊 是有其事 朝廷的诏书 已经发到我这儿了 你想看啊 平安 对啊 好多了 好多了 还得到没有肯定 安心啊 这儿还能肯定 我想得到你了 你的肯定 下肯定补乎 我可以个人 不是正和下官处理 为氏一案的方法 如出一辙吗 皇上也要求 把前朝的宫田和番田 无偿地赠送给那些 没有土地 和购买不起土地的百姓 耕明田 就是这么规定的嘛 皇上也是这么考虑的嘛 那府太大人为何 不让下官 把这三千亩番田 交给为氏 女头颅 你怎么到现在都不明白 我跟你讲了 歪拜的事件 下官确实布置 就是一个感面证 那耕明田 那是康熙皇上 根据全国的具体情况 出现的新政 为了府民而推行的 可是这个新政呢 遭到了 敖拜的一帮人的 坚决的反对 他千方百姬 阻挠新政实行 新政发下去了 他就执行不了 原来是这样 余大人 你知道 我为什么不让你 把这三千亩番田 退回给为氏 但是 原因就在这儿 余大人 你呢 作为一个七品之线 能够体谅百姓的疾苦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处理问题 说实在的 我真是应该从心里支持你 但是 如果是想按照你的做法 把这三千亩番田 退回给为氏 我是替你担心 会遭到敖拜这帮人 致命的打击 福台大 当年下官带头 阻止卡尔齐圈地的时候 从来就没有惧怕过 敖拜的打击 我开服你的勇气 行了吧 你现在不是一介不易 你现在是罗朝的知线 身份跟过去有所不同了 说实话 我不同意你 处理番田的为氏一案 我不同意你对为氏 那个番田案的处理方法 是 我自己是有私心 我主要是不希望你在任职上 造成很多的麻烦 就为了这件事情 毁了你自己的前程 福台大人 我说那些话 你好好想想吧 说心里话 我还是特别拥戴皇上的耕明田啊 可是好的心政 他执行不了啊 就凭着你这么一个七品芝麻官 你想开这个仙盒 荣誠 容易吧 容易吧 相关真没想到 在这个天皇帝老远离金城的罗城 居然也会受到奥拜的指引 这就是现实 这就是现实 我万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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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珠 奴才在 朕想见见陈廷靖和雄次吕 皇上 朕知道 自从被敖拜关了这洪德殿之后 不许陈廷靖跟雄次吕继续给朕试讲 朕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两位先生 朕很想他们 皇上 朕 明珠 朕想让你去给朕办一件事情 奴才愿听皇上差遣 你去把陈廷靖跟雄次吕给朕请来 朕要他们继续给朕试讲 奴才倒是愿意把陈廷靖和雄次吕请来 可是这事万一让欧拜知道了 欧拜会致他们二人罪的 那就算了 皇上 皇上 朕得有罪 朕得有罪 你们两个都先起来吧 皇上 微臣要不去看看陈廷靖 微臣知道皇上还是想让陈廷靖继续为皇上试讲论语 其实正是想看看陈廷靖的仙宝 行祭堂行先生住的论语别墅 可惜听陈廷靖讲 说那论语别墅已经送给于成龙了 皇上 皇上 罢了 回宫 起来吧 小姓郑 我们轻轻的女人 我们要去看看陈廷靖兰 你们快过来一下 到她去看看陈廷靖 我们去看看陈廷靖 我们去看看陈廷靖 如果没有这个必要不去看看陈廷靖 你呢 玉兰 静阳 我哥和老爷呢 老爷和玉林去桂林了 啥事啊 你过来看看 孩子发烧了 烧得很厉害 这么烫啊 玉兰别急啊 我找人过来看看 好 玉兰 静阳 洛老婆懂一些苗家的医术 你让她给孩子看看吧 玉兰啊 快让我看看孩子 好 玉兰姐 我爷爷懂得些山里的草药 平时大家生病 都找我爷爷来看 小妹啊 快关门 来 洛老婆 咋回事啊 孩子得的是啥病 玉兰 你先别着急 你看孩子出水道了 可能 他得的是天花 玉兰 洛老婆 你快救救他吧 你快救救孩子吧 你快救救他 哎呀 我虽然懂点草药 也给乡亲们治过病 可我从来没治过这天花啊 那有谁能治这杯啊 我求求你了 你快救救他吧 别这样 玉兰 先别接玉兰 别着急 你救救他 Free 那 玉兰 玉兰 我突然想起来了 康熙皇帝八岁的时候 出过天花 这宫里的郎中啊 也是治了好几天 好药用了不少 但是不见成效 还是一个小姑娘 叫苏玛拉姑的 发现一种草叫积极草 孝正皇后呢 用来煎水 让康熙皇帝喝了 结果昏睡了好几天 醒来就好了 真的 积极草 好 我知道 可我从来就没用它 来治过病哪 既然积极草 能治好康熙皇帝的病 那就用这种办法 给晓晓治吧 积极草哪里有 你认识吗 这种草啊 在你们北方比较多 在我们这儿 很难见到 不过 九万大山 也许能找到 好 我去找 你不认识路啊 我带你去 爷爷 我陪晋阳哥去吧 小妹啊 你就陪着你玉兰姐 看好孩子吧 哎呀 六先生啊 孩子病急 十数香的功夫 一定要找到这种草 越快越好 好 走 未经过 到我们进区 ARD 入团